228连续假期台东绿岛涌入将近两千名的游客 有游客跟潜水教练在潜水的时候意外发现一种蓝色 身上长出像手指一样的角栓 像是外星来的生物 潜水教练说这是一种大西洋的海库鱼叫做海神 样子很漂亮不过身上有毒千万不要触摸 连续假期绿岛海边涌入不少浮浅的人潮 这两天绿岛潜水教练在沿岸朝间带 发现这种蓝色身上长着三对像翅膀一样的触角 浮在海面上的生物模样很奇特 更奇特的是它飘在水面上紧紧咬着潜壁水母一起漂流 潜水教练说这是一种罕见的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绿岛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生物 它是蛮稀有的 它蛮稀有的原因是因为它通常都是跟着潜壁水母一起移动 那潜壁水母通常都在飙潜水层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在某个季节地水母靠近台湾的时候 然后在岸边的时候岸边发现它 潜水教练说由于它的长相奇特神秘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是外星生物 其实它还被称为蓝龙或是蓝天使 两年前海神海阔鱼也曾出现在墾丁海域 不过潜水教练说海上海阔鱼停留的时间不长 有机会见到它会令人惊奇 但它身上有毒 呼吁游客不要用手触摸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